后来发现那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而已 实际上呢 实际上 对他那些什么都那么好我就不想说了 然后直到后来我去三连发的状态 说肚子难受 想喝点粥 喝点汤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我给他做眼巴呢 就给他送过去 那么难受 然后就做好了 我到家门口我敲门 我想给他个惊喜 我不跟他说我敲门 我说他问谁啊 我说快递员 送快递 他又开门了 结果没想到发现 里面站个男的 就只穿着个 他发现我看到之后 他一把包推出去 就跟他说老公快递员而已 当时 我真的梦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当时从他家门 都突然那一刻 我心里真是崩溃 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 后来搬走了 那你那么不爱搭理他 你今天跑这儿来干什么呢 你索性给他一个决绝就可以了 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 可以说是被他逼的吧 不断打电话发短信 换号码他能找得到 找我朋友要 甚至他去我父母那儿 他现在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 甚至影响我父母的生活了 不想一想 我想就他他这个样 我要在底下说 跟他说他也不会 不会就 伤疤感受 你不可能 你先过来 你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呢 你看看他哭成那样 不想看他 你不想看他